174件学生作品 还有8件老师的创作 全都来到了台北国军英雄馆 联合展出 这是康乔国际学校 新店秀刚校区的师生美展 我们康乔国际学校的学生 有很多在艺术方面 有现象跟兴趣 那我们也很想提供一个 好的一个展演的舞台 让这些学生有一些的 表现的机会 进而鼓励他们 肯定他们 学生创意无限从作品就能完全看见 有画作雕塑装置艺术 以及跨媒材创作相当有看头 还有学生以台湾小吃美食 当作主题 打造出这次美展的海报设计 我就要用一些艺术的呈现方式 让他们去吸引这些外国人的目光 然后让他们去尝试 这些台湾的美食 没有框架 那就是康乔学生在艺术创作上的优势 而这也呼应了这场展览的主题 夺框而出 这个框可以说是眼睛 也能诠释为包覆作品的画框 我们的成语里面有叫夺框而出 那这个框本来是眼框的框 但是他们也觉得非常的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艺术的创作在他们当有突破的时候 那一个moment的感动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有热泪银慌的感觉 一年一度的康乔吃身美展可以说是校园内的重头戏之一 为了热爱创作的学生 学校不吝惜提供舞台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在展览期间走进展间欣赏作品 给这群学生一个爱的鼓励 艾斯德里采访报道